各位觀眾我們今天跟著郵輪詩歌號 來到了土耳其的庫薩達西 庫薩達西的英文叫做 庫薩達西 我有稍微問一下這邊的土耳其人 然後他們是說 土耳其文的話叫做 但是這個庫薩達西是一個現代才建立起來的都市 所以其實今天的 參觀重點並不是在這 今天要參觀重點是在庫薩達西北方大概半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另外一個叫做以弗索的希臘羅馬的古代遺址 以弗索這個地方開發的比較早 很早他這邊就有非常多的人口居住 他在人口最多的時候 有40萬人口在這邊居住 同時期的 漢朝長安城 有大概50萬人 你就可以想像 這邊當時是有多麼的輝煌 講一個以弗索的冷知識好了 就是當時他們的祖先 在尋找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的神明就有給他一個神譽說 你會找到一個地方 同時有火 有魚 還有山豬 三個東西 必須要同時兼備 你就可以在那個地方留下來 他的祖先很快就找到了火 並且也很快就抓到了魚 但是一直找不到山豬 於是他就到處尋找 然後在有一天 他拿著火在烤魚吃的時候 不小心引發了旁邊的森林大火 山豬就跑出來了 然後他的祖先就發現說 就是這裡了 就必須要在這裡定居了 所以他們就在以弗索這個地方 定居了下來 講到以弗索 可能一般人 像我這樣的一般人 是比較沒有感覺 但如果你是基督徒 或者是你是有相關的信仰的話 你應該會比較有感覺才對 因為就我的認知 聖經的好像新約聖經裡面 有一部叫做以弗索書 講的就是大概這個地方 也因為跟宗教有一些關係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去看的第一站 聖母瑪利亞 也就是耶穌的媽媽聖母瑪利亞的故居 真的有這麼一個人 而且真的在這裡居住過 所以我們第一站就先前往 瑪利亞的故居的方向出發 按照慣例我們先來介紹 相關行程規劃的部分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搭乘 郵輪來到這座城市的話 郵輪會停靠在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從這裡往外 去尋找公車站跟交通工具 但是因為這裡沒有捷運 也沒有地鐵 只有公車跟計程車 那再加上我的英文沒有特別好 我也不確定 土耳其的公車司機英文好不好 於是我選擇了 跟了郵輪上的付費 一日行程 這個費用是落在 120到150歐之間 不同城市會有不同的價格 那這個一日行程會安排 遊覽車 導遊 門票給你 算是非常的省事 很快的我們就來到了聖母瑪利亞的故居啦 因為他的故居是在一個小山丘上 所以眼前的是大量的觀光客跟朝聖者 排隊準備參觀 來到瑪利亞故居呢 會先看到後面這個大洞 那這個大洞是幹什麼用的呢 是因為 瑪利亞是居住在前面的山丘上 這個地方呢 是用來儲水的地方 那個水從山上流下來之後 以前會在這個地方蓄集在一起 當聖母瑪利亞需要用到水的時候就會從這邊打水上去使用 在聖母瑪利亞過世之後呢 這個地方他就沒有再使用了嘛 但是後來就變成是 通往天堂的受洗池 如果你有幸在這個地方受洗的話 你就可以上天堂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要登山的人潮 大家都在排隊準備往前走 那他旁邊其實是有一些 解說板 但是是各國的文字啦 我剛剛有看到日文然後這是韓文 然後當然有英文 不過目前並沒有看到中文的 所以 還是聽導遊講比較多 各位在我後方的呢 就是今天的重點之一的 聖母瑪利亞的故居 他是不大的小小的實造房屋啦 然後 其實因為排隊的人非常多 我剛剛也排隊進去了 裡面是完全不給拍照跟攝影的 我大概簡單描述一下 裡面的狀況 裡面被佈置成一個小小的教堂狀態 坪數不大 大概十幾坪左右而已 然後是兩個房間 他是一個比較大的 像是教堂的區域 然後還有旁邊一個比較小的 可能以前是廚房 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區域 然後現在那個小小區域 現在是放 聖母瑪利亞的畫像之類的 我們正門從這邊進去之後呢 其實從裡面走一圈 就會從這個旁邊的側門這邊走出來 然後這個側門這邊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可能 以前是廚房 然後現在改造成一個 小展覽廳的居室 然後裡面有兩個人在 看管 所以 他就是禁止你拍照攝影 這個地方是對基督徒而言 非常重要的聖地 那我說實在我也是誤打誤撞 才來到了這個地方 我之前完全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那有些人也會好奇說 耶穌不是在耶路撒冷嗎 那他的媽媽照理說也應該在耶路撒冷啊 為什麼最後跑到以弗所來居住 因為當時 耶穌被猶大行省 當時他們是住在猶大行省被迫害嘛 然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也同樣的他的母親其實也被迫害 那耶穌的其中一個門徒叫做約翰的 就帶著 耶穌的母親來到了這個地方居住 就如同各位所見 他們就是住在這個山上 隱居在這個山上 所以這個地方 在耶穌的母親過世之後的幾百年間 其實也是被荒廢的 一直到1890年 才又再被人們所發現 然後才經過考古的努力 把這個地方重新再修復起來 所以各位目前所看到的 部分的建築 是原始的建築 也有部分的建築是 後來修復的考古的傑作 但是整體而言我覺得他維護的相當不錯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現在這個地方是基督徒 或者是如果你有相關信仰的人的 重要的聖地之一 參訪完聖母瑪利亞的故居之後呢 天氣超好 我們接著前往下一個景點 離開了聖母瑪利亞的故居之後呢 我們下一站要前往 以弗所的古代遺址 要進入這個遺址 是需要購買門票的 那他的門票是200里拉 大約330台幣 那因為我是跟著郵輪上面的一日行程 所以他已經包含了門票了 如同畫面所見 這裡是對動物非常友善的城市 阿瑪阿狗很多 而且他們都過得相當的悠閒 好的我們來到了今天 第二個城市 叫做以弗所 那這個地方呢 以前曾經是 古希臘跟古羅馬的 重要大都市 但是如同各位所見 現在這邊只剩下 斷圓殘壁 傳說古代的那個 以前有七大世界奇觀 包括什麼吉薩大金字塔 什麼亞歷山大燈塔 什麼空中花園 傳說以前這邊有一個 阿提密斯神廟 當時最大的超級大的神廟 也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 現在的考古已經找不到那個神廟了 只找到 疑似那個神廟的幾根柱子 然後那個柱子多大呢 那個柱子必須要 三個大人的手 圍在一起才能把那個柱子圍住 所以那個柱子又不是只有一個 是超級多根的柱子 建成那個大神廟 待會我們就接著往 以弗所的遺跡 裡面進去探險吧 在我的後方這邊呢 是當時的廁所跟浴室 當時的生活環境呢 沒有辦法 每一家每一戶都有廁所跟浴室 所以他們其實 大部分的人呢 是在城市中共用廁所跟浴室的 那大家也知道嘛 當時的羅馬或是當時的希臘 他們有些地方的長官是 用選舉選出的 他們如何能夠拿到高票呢 就是盡可能的把這個 這個公共設施 建得越漂亮越好越舒適 他們就能夠拿到越多的票數 所以其實當時的廁所浴室是 希臘人羅馬人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設施 但是現在我們只能看到他的遺跡 如同各位所見 後方是一個劇場 然後這個劇場說最多的時候 可以容納25000人 那當然劇場建的好不好 也是他的公共設施之一 所以 他們古代希臘羅馬的 這些長官們呢 也會為了要討好他們的選民 把這個劇場建的越大越漂亮 越豪華 他們能夠得到越多的選票 在我後方的這個呢 則是當時的總督府的遺跡 他現在只剩下 兩根柱 加上上面的一顆石頭了 身為一個總督府被兩句話帶過有點可憐 我再多帶一些他的畫面好了 就是這些地方其實當時 都是非常輝煌的 他是建在一個丘陵上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當時 無論是他的材料 或是他的所有的物資 要運過來 都是 都是靠人力 或是靠受力 剛剛從前面 即便到這個地方為止 他的石材 都是使用白色的大理石 所以這種材料其實 在這個地方也並不是那麼多件 即便是他的地板 都是使用白色的大理石 所興建 這些石頭經過幾百幾千年 雖然有一些風化 但是 至今仍舊是 可以使用 可以理解當時 在建造這座城市的時候 是花費了多麼大的人力跟物力 在我後方的呢 是被稱作 Nike的 勝利女神 他是代表力量 速度 勝利 他就是 我們所熟知的那個打勾勾的 Nike的 原型 他現在被圍起來了 不能進去 但是在早期可以進去的時候 這些遊客會用手去摸他的乳房 然後據說用手去摸他的乳房 可以招來好運 所以其實他的 他的兩個乳房被摸得比較光亮 從這個角度你可以看到 Nike的標誌的靈感來源 是來自於哪裡了嗎 來到以弗索的重頭戲呢 就是我後面的 塞爾瑟斯圖書館 那簡單的稱他為大圖書館吧 那個名字實在有夠難記的 那個圖書館呢 是在公元二世紀的時候 有羅馬的一位降臨 為了紀念他父親所興建 大家可以看到那上面的柱子 那個柱子是下粗 上細 然後旁邊的柱子 比較細 中間的柱子比較粗 是羅馬時代的建築 但是仍舊是採用比較偏 希臘的方式 在做興建 很了不起的事情是他從西元二世紀的時候 就保存至今 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你看到那麼高的建築居然能夠保存的如此良好 可別忘記了 這邊是土耳其 這邊是一個很多地震的國家呢 講一個跟後面大圖書館有關的趣文 這個大圖書館的側邊呢 其實有連接到 這旁邊的一個妓院 所以 其實當時很多的先生們可能會說 我要去圖書館讀書了 但實際上是跑到 旁邊的妓院瞎鬼混 他就在這個圖書館的 我找一下他在哪什麼地方 我找到這個腳印了 這個腳印就在大圖書館的旁邊 然後呢 這就是當時如果你要進去這個妓院的話呢 你的腳就必須要大於這個腳印 腳是小於這個腳印的話呢 他就不會允許你進去 你再多吃個幾年再回來吧 那你想像我後方的這一大塊的 十牆都是當時大圖書館的牆壁啊 是超級大的圖書館 各位觀眾很抱歉我剛剛講錯了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劇場啊 是一個劇場沒錯 但是他並不是能夠容納 25000人的大劇場 我後面這個建在山上面啊 建在半山藥上面這個啊 才是貨真價實的能夠容納 25000人的超級大劇場 根據我查到的資料 這個劇場除了現在作為觀光所使用之外呢 其實每年一度的駱駝摔角 也會在這邊 冬季的時候在這邊舉行 那你不要問我駱駝要從哪裡來 從怎麼從這邊上到那個劇場啊 總之他們就在這邊辦 每一年的冬季駱駝摔角冠軍賽 以上就是以佛索這個遺跡的重點介紹啦 離開這邊還要經過一個閘口 然後外面有很多的商店街 商店街這邊也有大量的阿貓阿狗 在悠閒的晃來晃去 可以看得出這邊的人 對動物真的是非常的友善 那雖然我跟的是船上的一日遊 但是他也是有購物的行程 帶我們到一個賣皮衣的地方 好的是沒有強迫購買啦 還OK 接著就驅車往回 前往郵輪的方向 表定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啦 不過距離郵輪離港 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在港邊逛逛 看看這邊商店有在賣什麼 我就看到一個土耳其地產店 它的圖案五花八門 非常的厲害 好啦這就是我們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我的船在這邊 不對是這邊 比較後面這艘船才是我的船 這邊是一個有郵輪會經過的地方 那也說實在就是其實我一開始就有講了 要不是郵輪有帶我到這個地方來 我應該自己是完全不會規劃到這個地方來旅遊才對 所以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放開你的心胸 走到哪就逛到哪吧 沒想到 今天居然讓我來到了一個這麼神聖的地方 讓我看那麼多的古蹟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些內容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並且在下方給我留言鼓勵 那我們就下一期影片見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拜拜